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是今天的哥倫布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今天的哥倫布呢 因為哥倫布很重要 沒有哥倫布這個世界很多事情都不發生 但是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這個美洲的土著 差不多可以說被哥倫布帶去了之後 接著就滅續 哥倫布有什麼新的東西跟我們今天的科學會有關 其實我講一些跟科學鑑證有關的東西 但是很多的故事就要靠台長你去補充 很有趣的 原來哥倫布自己本身的身世都是一個謎團來的 很多不同的傳說 這些就可能靠台長你去講一講 但是在鑑證裡面現在發覺一個很有趣的成果就是 他就說哥倫布的血統到底在哪裏 我們現在今時今日看出海的地方就是葡萄牙的位置 當時來說都是叫做西葡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他那個壽命於出航的時候 也都要得到這個羅馬那邊的祝福 那關於他的血統的問題就是 又眾說紛紜的 現在他的那個鑑證的成果就是 發覺他應該是猶太的後裔 有個這樣的說法 就跟我們以往的文獻記載在那裏 就似乎那個差距比較大 那我唯有就將我所知的科學的方法 就講了給大家聽 就靠一下台長去幫忙補完那個故事 是的 我先補充那個故事 你先講科學鑑證吧 對於那個哥倫布的身世 其實一直是有些爭議的 但是突然間就在這幾天 他說這幾天就說原來他是猶太裔的 這個發言其實有多少的一些現實的意義的 因為大家知道歐洲現在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那個最近那個尾巴的戰爭 就是對於猶太人的身份 其實一直就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 在這個時候他再講出來的時候 所以會成了一個新聞 但是為什麼哥倫布的身世一直都有出現了疑問呢 就是因為他那個那條尸搬了幾次 而搬了幾次之後 竟然就不是很認真清楚在哪裏 所以就要靠幾個不同的方式 譬如舉例可能要掩陪他的兒子那條尸 又要掩陪他的親戚那條尸 確定這個真的是哥倫布來的了 現在最新的新聞就說他在西班牙西維爾教堂 這個大教堂裏面確認了他那個安葬的地方在這裏 這個本身就 他現在不是百分之一百肯定他是猶太人 他說多數是猶太人 那你等一下要講講的就是 其實那個基因考證那個問題不是叫做認真是完全確定到的 但是給我們一個機率 但是關於哥倫布的航行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最初他們要找那條路線其實就要去亞洲區的 那他計算那條數是計錯了一點點 變成他去了這個美洲的時候他當自己去了亞洲 那條數在當時來說 想著找印度人結果就印第安人 那變成印第安人就很不幸運了 就讓他找到 這個就是整個故事了 那我相信後面有一些政治原因的就是 確定到他是猶太人這個在今時今日 應該有一個話題在那裏 但是作為科學會錄呢 其實你要講講就是 那個基因的技術呢 照計如果去判定他是什麽人呢 在今時今日不是那麽困難的 為什麽都未能夠百分之一百肯定呢 那麽講啦 如果要判定那個人是不是哥倫布 你只要有了他的兒子 和有了他的兄弟的基因 基本上你可以很確定他是不是哥倫布 那麽所以現在呢 就找到在教堂裏面那個是不是哥倫布 你只要就是 你也都有的了 就是已經有他的兒子的那個基因 又在這條絲裏筆出來的 也都是有他的兄弟的基因拿出來 去做比對 那你說他們有沒有血緣關係 這個就很容易知道 是不是還有血緣關係隔多少重呢 也都很容易知道 如果他是純粹第一等親 就是第一重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很肯定的了 那麽但是現在問題得意在就是說呢 你要上索回他的那個祖宗 那麽現在呢就是你只是有他的兒子 和他和他的兄弟的DNA 你就要去問回他的祖宗那個血統是什麽 所以你就要和一些譬如猶太人的基因資料庫來做比對 那麽所以你如果猶太人的基因資料庫 你現在在說的 有沒有一個很特...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講這些基因的東西 我們不會說 哇這個就是猶太人獨有的基因序列了這樣 或者有... 就是現在最多只能夠說的就是 可能裡面有幾個的marker 一個基因的一些的標籤呢 是特別和猶太人是有關的 OK? 當你擁有了這些標籤 或者你就很可能是猶太人 但是你知道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混了一些 不知道幾代之前混了一些 你的那些標籤就不齊了 那麽所以你的確定性就沒有那麽高了 那麽所以現在就用一個比較機率的方法來表示 就是他應該是有一個 就是猶太人後裔的一個這樣的血統在那麽 那麽就是... 就是爲什麽就要這樣來 但是如果你純粹要確認了 他和那個... 那個兒子的那個墳墓裏面 他那個... 屍體組織的那些基因 和他哥哥那些來去做比對呢 那麽那個就已經很肯定 他們是不是有血親的關係了 那麽所以現在... 尤其是再加上他的傳說就是說 曾經還傳過他是在意大利出生的 那麽現在很有趣的 就是找到他似乎跟那個西袍那邊的淵源多些 但是他又說自己是意大利出生 但是現在又找到他自己的血統應該是猶太的 那麽所以你要將這幾樣東西放在一起的時候 似乎那個... 就是需要那個文獻作證呢 就要更加多的證據來去將... 才能夠將這個故事能夠可以叫做串到在一起 那麽那麽那麽那個問題呢 就是在科學上是簡單的 但是在文化上就不是那麽簡單的 原因很簡單就是... 你是猶太裔不等於你信猶太那個的思想 就是... 因為猶太那個宗教本身是整個以色列的身份認同 那個最核心的元素來的嘛 那麽這個問題就是... 那麽現在就... 現在就懷疑他 可能他自己知道自己是猶太裔的 但是他不敢公開說他是猶太人 原因很簡單 因為猶太人在那時候都是被排擠的 所以他尤其是最重要的是他要去籌棋 每次出去走一次 不是他自己課稅的 全部要靠那些皇帝 他走過去問過西班牙不騷擾他 要是覺得他那個掃口不多 我記得應該是葡萄牙 就是問西亞 西亞讀到日制 就給錢他走去 所以整件事本身我們分開兩個範疇 如果純粹從科學來講 去鑑定他是不是猶太裔 就有一個機率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要問在現實上 他是不是猶太教的信徒 或者他是守猶太人那種的習俗 這個我相信又不是一個科學問題可以解決得到 但是反而我會問另一個問題就是說 譬如現在我們去做那個種族 或者基因 我們會不會發現 任何所謂什麼中國人 猶太人 不是那麼純粹的呢 因為每一個族裔 其實都應該加了很多不同的東西在裡面的 我想問一下 台長你有沒有興趣 或者是有沒有已經曾經試過去玩一下那些這樣的基因分析 把你自己的基因分析拿去問一下你自己是有哪個血統的人呢 如果一問起來就有很多疑問 究竟我是不是漢人呢 我就試過光顧那次的 我覺得尤其是南方的中國人 很容易都會找到 其實都不要說了 我覺得就算 尤其是今天北方的中國人呢 你會找到很多中亞人的基因的 就是那些涉丹啊 五湖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如果南方的呢 原來都是有的 原來南方你都會容易找到有些人 可能混了一些東南亞基因 而且有時候你想不到的 譬如我見過有人是 他的樣子完全是中國的一個樣子 但是他原來都有成幾個百分比 就是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是東歐的基因 然後呢 原來呢 我就沒有自己去試 我就找我小朋友去試 竟然試到有些西亞的基因 那就是死了 我也有了 是不是呢 不是未必的 可能是另一邊 另一半有 是的 是的 又是 但是譬如 你原本由那些叫南中國的人 其實你可以一想起那種血親的歷史 你真是嚇你一跳 還有很有趣的 那些這樣的報告呢 就是你做的基因鑑證報告呢 他會給你一個結果 他還會去做一些叫Family Tree的東西 家族樹那些這樣的東西 他會告訴你 世界上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有一個人呢 原來是跟你遠防遠防再遠防的 那他是由那個基因的數據來下這個結論的 就是那個人可能完全是紅蘇綠眼 你不懂得帶他 他原來是你 可能是五代前有共同祖先的 說到這樣的樣子 可以這麼誇張的 這件事情我自己就會覺得很驚訝 我會說 由基因這個工具來幫你去找這些東西 我覺得尤其是 個人層面我就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但是如果你在種族層面上去搞清楚 世界上有沒有什麼真是這麼純正的血統呢 很多時候是沒有的 我會覺得是 不是的 這個我想現在近代怕那個最大的貢獻 就是所謂那個種族其實是一個神話來的 其中一件事情 我想你也知道了 我們有很多城吉思汗的基因在裡面 其實很多人都有的 為什麼呢 就是城吉思汗和他那幫人 就周圍走去打 這裡打那裡打 還有強姦了很多類人 導致到後來一路繁顯下來 其實很多人 那個比例我忘記了 但是是相當高的 都可能有這個城吉思汗的基因在這裡 有些甚至乎反映在族譜的那個姓那裡 有些姓氏 你知道是蒙古人的姓 是今時今日南方中國都有的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姓黎沙的沙 是不是 姓沙的就是蒙古血統流下來的 反而如果是滿清的那些 有時候經歷過那種 叫做一種 譬如說清末文初的時候 曾經試過對滿人報復的時候 就有些事情要改姓 那就反而會隱藏了一些 但是有時候你不知不覺你會找得到的 譬如有些就不是和清朝有關 是不是 清朝有些愛生國羅的人改姓金 是不是 他原本的意思就是金 本身的意思就是金 然後就是廣西姓白的人 是阿拉伯人後裔來的 就是你基本上說出白先勇那些 其實是有阿拉伯血統的 那些就是 那個就可以完完全全由你那個歷史的文獻 那個甚至宗教歷史的道理都可以考證出來的 就是有時候那種遷律的路徑 你想也想不到的 尤其是在越來越現代的時候呢 那種移民啊 那種只是華人 那樣在世界周圍走的那種 或者不只是華人 非洲人 印度人 就是向所有種族的人在世界周圍走的時候 那種如果告訴你你有五六代 有個五六代 即是五六代親的人 在地球的另一個角落 那我就覺得人不是真是不可思議的 簡單來說 如果從基因的角度 種族是神話來的 但是問題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去鑑定基因就是文化 你可能是紅蘇綠眼又大 你又講中文 你又看四書五經 你都可以是所謂中國人的 那最經典的個案是什麼 是李伯 李伯那個出生的地方 可能根本就不在當時那個 那個中原那部份來的 有些是國務約的那個考證 其實是中亞來的 如果看它那個行為 或者它想法的模式 其實它是像外國人多一些 多於是像中華人 其實唐朝整個的王族 都很可能不是漢人來的 所以你去界定那樣東西 你不需要用一個基因的角度去講 你是可以用純分文化 但是如果我們作為科學新知 或者科學會 我們上次的問題就是 由這個我們基本上看到那個遷移的歷史 由那些人去哪裏 跟著去哪裏 去哪裏 那今時今日提到這個《光蘭布》 我想那個政治的意義是多過實際的科學考證的意義 因為你隨便找一個人你都可能發現 這個有可能都不是普通牙來的 不是西華人 就算它是 它都混了很多不同的東西在那裡 但是如果我們講《光蘭布》 其實我們都要帶到另一個話題 可能將來要講的 就是所謂的the great exchange這件事 是 是 是 我正想講的 因為它去了之後 整個世界很多東西是不同了 是的 就是你現在見到 你煲那鋪番茄薯仔湯 基本上番茄和薯仔都不是廣東有的東西來的 都是多謝《光蘭布》的東西來的 是的 我們很多字眼裡我們都講的 胡椒 番茄 前面那個字本身已經告訴你這些不是原本中國的東西來的 是的 其實很有趣的 用一個胡字的 多數就是走六路來的 講一個番字 多數是海路來的 有分別的 你講胡蘿蔔 你會發現原來就是騎駱駝 多數是由騎駱駝帶過來的 但是你說的番茄 番薯 那些呢 就多數是海路進來的 那些東西就是 嗯 還有以前的番茄和以前的蘋果 以前我們吃的東西完全不是這樣的嘛 是的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 很多人寫了很厚的書 但是如果用三年兩月去解釋就是說 就是它那個帶了食物過去 帶了一些的動物過去 舉個例子 比如說 如果我記得好像在南美好像沒有雞 沒有馬還是沒有雞 我忘記了 沒有 後來帶回馬進去 應該是它原生的馬就沒有了 後來再帶回馬 新的馬進去 是的 跟著另外一方面就是帶了很多病毒 就是在美洲拿了很多東西回來 那麼歐洲人帶了很多病毒 和其他技術過去 就令到整個美洲的生態呢 是出現一個空前的改變了 那麼我相信在中國呢 也都可能有同樣的情況的 不過那個歷史的考據呢 就未必有人做得那麼全面 那麼基因那個驗證呢 其實是不應該靜止人的 物種那個基因的改變呢 現在今天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的題目 是的 我最好期待就是 接下來一些不只是來自屍體 不只是來自生物 是來自那些考古現場的 泥土考古那裡 都可能由那些DNA證據去講到更加多的東西 我們講到這些基因考古的東西 其實每個禮拜都有些發言 不過就是我們想等到一個話題 大一點有趣一點 才會多和大家繼續慢慢講 好了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吧 好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情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叫做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這裡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那些人就真的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的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他們兩個呢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呢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呢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那時候是阿幾圖 對不起